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读书与您分享 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读本好书听懂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2011年网上召集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牛在哪儿 很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下面做了回答 到了2013年6月 有一个回答被点了三万多个赞 这个人就是陈浩 他的回答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赞呢 1993年出生的陈浩 因为莫名的疾病 从出生起就没有下地走过路 他却通过自学开始写作 去网站应聘工作 他是医院的常客 并未通知书 落起来有十厘米厚 可是他却打破了医生 对他只能活到五岁的预言 他顽强地活到了二十岁 陈浩忍受着身体的痛苦 内心的煎熬 他却清醒地不去抱怨命运 不去计较公平与否 最后他留下一句著名的回答 真正牛的 不是那些可以随口拿来夸耀的事迹 而是那些在困境中 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幅画 这是陈浩用鼠标绘制的 一只孤独的玫瑰 浓烈分明的色彩涂抹中 却是形单影只的异象 像极了陈浩的故事 命运让他独自承受苦难 他却用内心的缤纷 填满整个人生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 陈浩所写的 《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这本书是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此书第一次出版 是在2013年 当时陈浩二十岁 已经走完 他在这人世间的所有日子 他的妈妈将他平时 所写的文字结集成书 取名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出版之后就获得了 2013年第一届中国好书奖 2023年是陈浩去世十周年 这本书再次出版 仍然带给大家很多感动 在陈浩短短的二十年人生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在他去世十周年之后 仍然有人怀念他 愿意读他的故事 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又是什么 20岁的陈浩病了20年 没有人逼迫他做什么 他却用鼠标 在三年时间里点出了44万字 每天阅读10万字 有这么多的事情要他去做 日渐雷弱的身躯里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呀 读完这本书 您可能会认为第一个原因 是来自他妈妈的爱 陈浩妈妈从未因为儿子的身体 对他有任何的偏见和嫌弃 他既没有抱怨 也没有过分宠溺 妈妈有着坚定的信念 既然我把他生下来 我就要把他养大 老天夺走他多少 我就要用爱来弥补他多少 不能上学 妈妈教他认字 九岁就给他买了电脑 这也成为他表达交流的 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和出口 妈妈是陈浩认识这个世界的 第一扇窗口 妈妈的平等相待 对他的由衷的欣赏 让小时候的陈浩 没有被病痛打败 如果说妈妈给了陈浩 最初的一份力量 那么陈浩的了不起就在于 他没有仅仅地依赖妈妈 而是在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中 试着去寻找 属于自己的那份力量 就在陈浩回答 自己留在哪里的那一段话中 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他写道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读书 但是我觉得这是 认真生活的表达方式 因为除了身体上的巨大折磨 陈浩一直与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相伴着 我们来看他画的另一幅画 他写道 十五岁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是我经历过最痛苦和最黑暗的日子 陪我度过那一时期的 是各种人物传记 我不是看他们如何攀上 辉煌的顶峰 而是看他们如何度过人生的低谷 是啊 陈浩并非生来就是精神上的强者 十几岁青春期时 看着同龄人都在成长 都在变化 而自己依然被身体困着 只能困在房间的一个角落 人生的停滞感 让陈浩感到极度挫败 他开始放弃思考 每天沉浸在网络游戏中 试图麻痹自己 直到一个停电的夜晚 他忽然醒悟 虚幻的世界顷刻毁灭 他如实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 那个下雨的夜晚 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用直面孤独与黑暗的方式 把我拉回现实 让我重新思考 关于生活的种种问题 比如生活 梦想和未来 虽然我不知道 自己将会在何时死去 但至少不是现在 在死之前 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没人能挽留你 在这个世界 就像没人能阻止你 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非要说害怕什么 我只是害怕上帝 丢给我太多理想 却忘了给我完成理想的时间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能有这样的生命感悟 既让人欣慰 又让人心疼啊 如果不是因为病痛 程浩的人生 该有多么充实风盈 在今天 我们为什么要 再读程浩的故事 不仅仅是因为 他身体与精神 所呈现的巨大的反差 更是因为 他其实是个认真生活 认真思考的人 他不因为生病 而放纵自己 就像书中写的那样 在跨越了十五岁最艰难的 那次人生低谷之后 再度看世界的目光 已焕然一新 程浩在书中这样写道 幸福就是一觉醒来 窗外的阳光依然灿烂 这句话放在别人的书里 可能会被看作是心灵鸡汤 轻飘飘的 但是在程浩的笔下 那就是生命的力量 力重千军 错误可以被修复 命运可以被逆转 幸福可以睡醒之后 握在手心 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 活着就会有可能 我们看 依靠阅读思考观察和写作 程浩最终与自己的命运 达成了和解 也让自己最终超越了 身体的极限 超越了生命的极限 在程浩离世十周年之后 我们重读他写下的这些文字 您会发现 他戛然而止的生命 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 我们无法在现实中再见到他 但书中的他栩栩如生 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方式 就是代替他在现实中充实地活着 活在他不能去经历的每一秒 亲爱的朋友 再艰难的日子 好好活着 生命就有希望 好 感谢和我一起共读 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